因為我在市場賣菜了三年 所以認識很多菜 基本上什麼菜該怎麼處理 我都知道 因為有經驗了 出身廣東眉縣的陳小花 來到台灣16年 去年是她轉變最大的一年 她在親友的知識下圓夢 開了餐館 我現在煮的是豬腳 這個有媽媽的味道 你知道那時候我剛來台灣 然後也沒朋友 所以我也出氣人生地不熟 我也是不太敢出氣 然後我就很懷念這個豬腳 然後我就叫我老公 去買兩隻豬腳回來 然後我就照我媽媽的方法煮 陳小花把傳承自媽媽的 拿手菜客家豬腳 融合兩岸的烹調技法 做出入口即化的口感 馬上成為店裡的招牌菜 這是白醬 我這個海鮮是現撈的 真的 這個超新鮮的 陳小花擅長複合式的料理 舉番中菜 義大利麵或是日式料理 全都難不倒她 我妹都一直想做這個飯館的生意 一開始沒有人手 不知道生意好不好 我就不敢請人 就想我過來幫忙一下 看她怎麼樣 有了姐姐當後盾 陳小花更賣力向前衝 店裡的各式餐點 份量足價格又實在 讓來店的韜客大為清新 我經常來的原因是 每一道菜都非常用心的去做 那就是它的小菜 看起來又漂亮 色香味俱全 在熟客的口耳相傳下 小店生意穩定成長 陳小花將繼續用她料理的雙手 撐起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詞好詞曲 李宗盛